全世界現在很多國家掀起了一波聲援巴勒斯坦的浪潮 在美國 抗議者走上街頭 呼籲政府停止再軍緩以色列 要求停火 歐洲很多國家連續幾個星期 爆發大規模的抗議活動 呼籲結束戰爭 到以色列本身 幾千人上街 要求政府想辦法解救人質 別只顧打 因為其實是矛盾的 如果你打得來 人質救出來的機會是低的 有幾百名以色列人 在內塔尼亞湖的官邸外抗議 要求內塔尼亞湖辭職 在以色列台尼亞湖星期六的晚上 抗議活動裡面有幾千個示威者 揮舞著旗 標語 呼籲政府立刻 將他們的親屬帶回來 根本上都沒有實際行動是怎樣談判呢 那些被人扣留了人質 那些人質沒有了人質的功能 這些示威者也是 幫那些受襲擊者 受害者和被囚禁的人士是默哀的 幾百人就在總理內塔尼亞湖的官邸 就要求他辭職 我們看回正正在這些要求內塔尼亞湖辭職的同時 原來以色列出了一個最新民意調查 根據以色列13頻道電視台 在阿瑪斯襲擊以色列誰應該負最大的責任的時候 有44%的以色列人是指責內塔尼亞湖的 四成多接近五成 有33%也是很大部分的指責以色列的軍事參謀長 以及以色列的國防軍 軍方只有5%的人是指責以色列的國防部長 到目前為止 內塔尼亞湖一直都拒絕 明確承認他對於這個月7日 以色列遭受襲擊這件事是負有責任 他知道現在沒有明確承認這個責任 他只是表示在這個戰爭結束之後 包括他在內的官員 是必須給公眾一個答案 他是其中一個 美國《華爾街日報》30日的評論就說 內塔尼亞湖的處境其實是變得越來越艱難的 這是《華爾街日報》的看法 英國《衛報》就報導說 現在以色列的政界 以色列的軍方和情報界的前的官員 紛紛對內塔尼亞湖的領導能力表示懷疑 內塔尼亞湖領導的右翼政黨 內塔尼亞湖的內塔尼亞湖是不太可能 繼續擔任內塔尼亞湖的領導和以色列的總理 這是利庫德集團的高層官員認為 內塔尼亞湖多數都落臺 再做不成總理 他們認為內塔尼亞湖的結局已經是來到 在11月4日 美國華盛頓特區 我們看看那些示威的情況 有幾萬人集會 參加聲援巴勒斯坦的活動 他們是猛烈平擊拜登政府 對色列的支持 就要呼籲 加沙地帶停火 一些抗議者威脅要反對拜登 明年的 競選連任 可能是投票支持他 在街旁就放了幾十個白色的袋 他上面寫了一些 死於以色列導彈襲擊的小孩子的名字 抗議者舉著標語 牌上面寫了 拜登背叛了我們 甚至有人說拜登是兒童殺手 這些說話也有說 以色列時報就說 當日的抗議者大約有一萬人 這是華盛頓多年以來最大規模的 親巴勒斯坦的抗議活動 但是我看回不單止是華盛頓 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遊行在美國 在舊金山 俄去俄州的新生牙提 猶他州的 普羅玉這些地方都有爆發 不單止是一個地區 另外根據報道 在3號大概有200名的抗議者 去了美國的奧克蘭港 圍住了美國國防預備艦隊 一艘運輸船 阻止和反對美軍 向以色列 繼續運輸武器 圍著他不讓他出 而是要求以色列在加沙地帶停火 11月4日 有幾萬名的抗議者 參加了英國 幾十個城鎮的集會 分散也在英國 呼籲以色列結束對加沙的襲擊 倫敦 只是看倫敦 倫敦的警方表示 僅僅在倫敦市中心 有3萬人 參與了抗議 造成了當地 一時之間的交通的癱瘓 而且有多人被捕 同日 在法國 現在說法國 法國巴黎街道上 也有幾千名的抗議者 呼籲 停止加沙的 大屠殺 很多示威者 都拿著巴勒斯坦的國旗 高呼 巴勒斯坦 將會獲勝地說 這是事實 有些人把矛頭對準了 法國總統馬克龍 說他是同謀 這是法國 美國 台拉維夫 以色列 英國 法國 另外 德國 有幾千人上街 支持巴勒斯坦人 要求以色列 停止對加沙地帶的轟炸 似乎現在全球 可能因為看傳媒 看得那些場面太多了 也看到 那個景象 太離譜 變了 全球 很多人出來 都是 聲援 要呼籲 立刻停火 第二個話題 就是根據美國 Axios的新聞網站 在4號的報導 拜登的競選團隊裏面因為巴勒斯坦的衝突 陷入了矛盾和混亂 自己的競選團隊 拜登的 一部分的助手認為白宮 助長了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 不道德的攻擊 甚至是有人 是考慮辭職的 因為這樣 反而是辭職 報道說 現在拜登 依賴 美國民主黨 全國委員會 叫DNC 來進行籌款和競選的活動 去靠這個會 DNC來競選明年的總統 但是DNC的工作人員 對以色列 空襲加沙的規模 造成死亡人數 感到憤怒和絕望 有一名工作人員在DNC 全國民主黨 全國委員會 的工作人員 坦言 因為拜登對以色列 堅定的支持 他現在在想 辭職 不做了 有一名熟悉內情的人 透露 有部份DNC的工作人員 他們就反映了 是經常被民主黨基層的捐贈者 他這些人對政府的政策 支持以色列 這樣的支持法 以及在加沙 做這樣的行動 表示很憤怒 發了很多電郵和電話 搞到DNC的職員 應付基層的電郵電話 搞到焦頭爛 前述有一位DNC的高級官員 直言 他說2024年大選活動 本來 就是一場 艱苦漫長的 競選 很艱難 本來都已經 現在 總統正在令到這個 工程 更加複雜 那麼DNC拒絕就工作人員 支持 工作他裏面的DNC工作人員 支持者 還有一些捐贈者 的不滿 發表了評論 是拒絕的 DNC official本身 正式拒絕評論 那麼DNC的主席 是哈里森 主席這個建制派 DNC裏面都不是貼板一塊 有人支持有人反對 那麼DNC的主席哈里森 就是在一份被Axios的聲明之中 回覆他 就說 拜登在巴爾這個問題上 是繼續展現出 無與倫比的領導力 和道德的清晰度 並指出以色列是有權保護自己 免受恐怖主義和哈馬斯 持續威脅的侵害 那麼這位DNC的主席 這個主席來的 哈里森就說 拜登一直 都是向 加沙人民提供人道主義援助 以及保護平民生命的堅定的唱導者 他覺得是這樣 那今輪的巴爾衝突爆發之後 拜登政府表示堅定支持 以色列的自衛權 拜登本人也是 爆發了 沒多久7日爆發之後 就親身訪問以色列 展示 對中東地區的盟友 就是對以色列的支持 與此同時 美國還向東地中海 地區是部署了兩艘航空母艦 戰鬥群 直至目前 美軍 向中東派的部隊人數 已經達到1200人 不過 除了巴勒斯坦 平民死亡人數不斷飆升 營救哈馬斯 購物人質 也有難度 沒有進展 以及 阿拉伯國家 歐洲的盟友 美國國內的民眾 強烈的抗議 那怎麼樣 拜登團隊在上個月底 轉變了基點 支持人道主義暫停 以色列的行動 但是 仍然未鬆口 明確呼籲 人道主義停火 4日晚上 親巴勒斯坦抗議者聚集了白宮的入口 那些抗議者 講粗口 罵拜登 白宮的圍欄 被那些紅色的 紅漆被人潑了紅油 破壞 牆上出現了紅色的血手印 那很多民主黨人 對拜登不願意 要求以色列保持克制 感到很沮喪 不是憤怒 11月3日 美國的媒體 《克坤頓郵報》 就披露 有51名的DNC 剛才說的 全國委員會的工作人員 簽署了一封信 給領導層的聯名信 信是這樣寫的 他說我們認為 是以敦促拜登總統 公開呼籲停火 是DNC的道德義務 這個數字 簽聯名信的人 佔了DNC總共有300工作人員 大概佔了15% DNC內部的紛爭也反映了民主黨人 民主黨人之間更加大的代溝和政治分歧和立場的看法 根據Exorcist的新聞網站指出 年長的親以色列民主黨人 以及更加同情巴勒斯坦困境的年輕人 年輕的進步人士之間 在巴爾問題的立場上存在了很大的衝突 這種內部的衝突 除了在DNC之外 在國會的民主黨人 即是說到議員之間 以及議員之間的幕僚 亦都是上演的 在國會 裏面 亦都有不同的意見 除了DNC 即是民主黨裏面 一個全民委員會之外 國會裏面的民主黨人亦都有分歧 而且這一場鬥爭 或者立場的分歧 亦都滲入到美國政府的內部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在美國國務院全體員工的一封信裡面講到 布林肯是承認 國務院內部 在巴爾問題上是存在廣泛上的不滿情緒 10月17日美國國務院資深官員 喬希寶羅宣佈辭職 17日 一位國務院的官員 他的理由就是他知道他自己沒辦法 在美國政府的內部推動 更加人道的政策 美國國務院裡面越來越多人 好像就考慮 好像保羅一樣 準備辭職 而更加重要的是拜登政府的官員 開始擔心 他是擔心什麼呢 跟以色列這麼密切的一個合作 和無條件支持以色列 可能會導致美國 在國際舞台上被完全孤立 我們看聯合國大會投票就知道 根據NBC3號的報導 有兩名現任和兩名前任的美國 很高級的官員 沒有透露姓名 就說 除了加沙人道主義危機惡化 美國他們越來越擔心 以色列軍方未來軍事行動會怎麼做 和他的可控性 會不會受控制呢 拜登政府如果繼續力挺以色列 或者會得不償失 大家好 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片看 有網友說想訂閱石樓台看獨家內容 但是不太知道網上訂閱怎麼做 我們特別安排了客戶服務熱線 如果有關於訂閱或使用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610-3800 3610-3800 或者是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 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樓台獨家發佈的 陸宇人金融HiT財經節目 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樓台 看陸宇人的文字版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報 去巴士的報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報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